台东的垃圾危机仍然没有解除 台东县政府日前正在寻找适合台东处理垃圾的方式 不过从源头做起是同样的重要的 台东县环保局和台东县基督教女青年会 29号的下午在县长官邸特别举办了五儿生活节 号召民众喜旧 演兴 发挥巧思 将资源回收物进行再利用 一起来做环保 不管是用铝箔包制作的手提袋 或是用不要的马克杯制作成小盆栽 及各种废弃物做成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 都是环保达人们发挥创意和巧思 身体力行环保的方式 那今天呢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用我们的智慧 用我们的创意 用我们的爱心 身体力行来实践5R的好生活 大家看一下哦 我身上这条领巾 是黄建廷的领带 他不再打的领带 改做的棒不棒 为了减少对环境的负担 台东县环保局推动5R生活节 呼吁民众多多自备重复使用的容器 减少使用一次性的用品 我们的喜旧验新5R节就是有五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让我们减少丢弃的垃圾量 第二个我们的宠物的使用 我们的容器是物品 再来我们要重视我们的维修 让我们的物品寿命可以延长 这会很重要的哦 就是我们不要轻易 来去购买 购度包装 还是五保五环保 五环保的我们的物品 最后就重要我们的工作 我们都要使用 回缩 尽量使用 回缩我们再生的物品 5R生活节29号下午 在现场官邸展开 现场不但有许多环保达人 进行DIY教学 还有环境教育中心的环保达人 擂台赛 让气氛十分的热闹 地球三防治毒品 四预防家暴 六月五月 四预防家暴 为了台东更美好的明天 环保局也呼吁民众 一起来珍惜自然环境 让台东的美永续流传 记得潘君伟台东市报导